現在我們回到首頁 就準備從空白的來做囉 還是老師你想要從那個PPT 又是PPT 走到哪裡都敵不開PPT 這樣我就 有時候把微軟放棄一下 真的不要跟它那麼麻糬 放個別人來按個空白的 老師這樣會害怕嗎 這樣有點害怕對不對 他預設是不是先給你一個 你看左上角 你不覺得PPT也是這樣 這裡代表什麼意思 10秒鐘對不對 他先給你一張了 沒關係你可以從這邊興建 也可以拿這個來改 有沒有替換場景 都可以我用興建的好了 按一下 不要害怕 這裡有沒有很多場景情境 後面還有喔 有看到的齁 好所以我們挑一個 你要做動畫就找這邊一點可以 那我找後面的 因為它是對岸的 所以其實它就有這種古代的 有沒有 啊你要哪一種 好我就用這一種 鄉村的 這樣還會害怕嗎 從空白的有什麼可怕的 沒有啊 隨便選一個就有了 再看一下從哪裡 你如果要按新的就按這裡 如果你要把這個替換掉 你就按這個地方 有個替換場景 好所以如果要替換點一下 你可以直接換 抱歉這一個 這裡替換場景 有沒有官方場景 你也可以自訂的喔 這樣有沒有找到了 好所以 從頭開始一點都不可怕 剩下的找個人出來 對吧 你要交代什麼事情 你要他 表情 摸下巴 他就摸下巴給你看 你可以拉動一下 欸他沒有摸下巴 騙我 換一個 好再找一個 角色 好這一個 對話 好 這樣 發抖 驚呆 解說 好吧 這一個 這樣就進來啦 你可以先拉動時間走看一下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按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預覽 好你就可以先稍微預覽一下 看看你的動畫的感覺 好第一個 沒有 因為我第一個是空白的 好 所以我就 按這邊 這個我把線關掉好了 來 這個場景 預覽 都沒有動 西裝女講話 講的時間太短 時間走 我把它拉長一下 有啦 有啦 因為這裡 來老師稍微看一下這邊 您看他在這個地方 這裡 剛剛講解的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兩個黃色的點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關鍵語盒 好你可以拉動一下 因為剛剛他那個太短了 太短了 所以我把它稍微拉長一點 上面有秒數 這裡是不是才兩秒鐘 對不對 所以他要講話要一點時間 我剛剛誤會他 呵呵 這樣 就有了 這樣有沒有簡單 那你要他直接就進來 就講話 是一種方式 那也可以怎麼樣呢 你看一下喔 這裡 你看這個 我問一下老師 請問在PowerPod裡面 您有沒有用過 叫做動畫 有對不對 是不是有所謂的進場動畫跟出場動畫 跟他一樣 這就是進場跟出場 所以進場現在是沒有做動畫 出去是不是一直顯示 代表後面就一直出現嗎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只在這上面點兩下就好了 咚咚 來這裡 你看到這裡 有沒有很多的效果 進場的 進場的 你要手繪的 可以餒 你還可以換自己的手喔 這裡有好幾個手 有沒有看到 你還可以自定義 用你自己的手 好 確定 確定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效果 好不好 有沒有不小心就畫出來了 這樣可以 這樣太快 啊 我們就是要有成就感 這樣沒有很有成就感 對不對 拿進來 你如果不要這個 你可以換別的啊 像我就蠻喜歡 他有一個用手拉進來的啊 像下面這裡 我記得下面有一個 用拿手拿進來的 好像是 喔這個 手推出來的 這個我給你看一下 一樣手你可以換 確定 我們試看看 這樣有拿出來嗎 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拍自己的手喔 好 這樣 所以 這套軟體我要繼續講嗎 還要還要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功能 好不好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你這樣有成就感 小朋友做的也很有成就感 我可以講 大人跟小朋友最大的差別 就是小朋友他有更多的 天馬其空的想法 我跟他講 我現在講這樣 但大家主材都這樣 但是小朋友就不會 他就會去亂搞 可是這個沒有關係 就可以像這樣吧 OK嗎 所以老師您先試一下 好不好 找個喜歡的場景 適合的場景 當然你自己定義也可以喔 比如說你就拿照片啊 也可以 可是他 是不是幫我們內建了很多的場景 你就可以稍微試看看 有沒有比較符合你的情境 OK OK